最近几年 3D打印技术发展迅速 小到玩具零件 大到汽车房子 甚至火箭都能打印出来 3D打印技术在各个领域都有突出的进步 今天的33放映室为大家带来5个令人惊讶的3D打印项目 世界上最大的3D打印船 这艘船诞生于缅因大学的一个3D打印项目 最大的特点是整艘船只有一个部件 长7.6米 重2.2吨 最令人惊叹的是整个建造过程只花了72小时 能够打印出这艘船离不开这台世界上最大的龙门式3D打印机 它最大能够打印出30米长的零件 设计主要目的是为航空航天工业制造工具 与传统的航空航天零部件生产流程比 时间成本由7到8个月缩短到只有几天 对航天业来说具有巨大的时间效益 同时还能降低90%的建造成本 医疗模型打印 在医疗培训和医疗设备测试领域 人体器官和实验动物的需求十分大 想要获取足够的实验对象 需要花费很多的资金和时间 现在有了这台数字解剖3D打印机 配合其软件控制系统 可以很轻松的打印各种3D医学模型 可重复打印的B真器官模型 为教学提供了充足的实验对象 能有效的降低手术实验的风险和成本 这款打印机几乎可以打印所有的人体器官 超过50万种的颜色定义 可以很真实的模拟正常的器官 或者产生病变的器官 除此之外 它还能模拟打印目标的生物学精度 根据人力年龄造成的结构差异 它可以分别打印出20岁或者50岁人的骨头 打印大型的钢铁项目 除了普通的柔性材料 3D打印还可以打印出能够应用到生产领域的金属部件 来自荷兰的公司利用金属3D打印和智能技术 为各行业提供更新的零件和整体金属结构 从2015年开始 一群大学生开始尝试用3D打印技术打印自行车的部分部件 并成功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3D打印的金属结构自行车 随后他们将这项技术应用到大型的生产项目中 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12米长的3D打印钢桥 结合其研发的软件系统以及和现有的大型设备制造商合作 可以轻松地打印大型且复杂的金属物体 全球最大的3D打印建筑 2019年 来自美国的APIS Core公司 成功地为迪拜市政府打印出一座两层高的办公大楼 高达9.5米 项目面积为640平方米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3D打印建筑 完成这个项目的打印机有一个旋转的底座和一个机械臂组成 整个项目直接现场建造 无需任何额外的组装工作 使用的打印材料是其开发的石膏制成的混合物 通过一个可以自由旋转的喷头喷出 相较于其他的3D打印机 其尺寸非常大 长5米 宽1.5米 与传统的建筑建造方式相比 3D打印使建筑成本降低了70% 建造速度提升了9倍 3D打印火箭 最近相对论公司公布了他们的新一代重型火箭 Terran-R 它拥有4.9米的直径和65米的高度 最大有效载荷20吨 预计2024年发射 令人惊叹的是 这款火箭从发动机到外壳 完全由3D打印完成 这是第一家成功做到完全3D打印火箭的公司 结合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能打印出传统制造业无法实现的独特几何形状 生产和迭代速度大大提高 能在60天内完成火箭的制造 不仅如此 Terran-R还被设计为可重复使用 让火箭的制造成本进一步降低 从必争的医疗模型到复杂的太空火箭 3D打印的迅速发展 让各种成本高昂的飞标工业品成本大幅降低 结合智能AI系统能够打印机构更轻 更复杂的工业零部件 让人类拥有在其他星球建造人类工业基地的能力 你还知道哪些3D打印项目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